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说是他吧 台积电 还有呢 联发科 联电 日月光 我说所有的这一次半导体把这个台股拉起来 现在已经反弹了那么多 台积电就弹16% 对不对 弹那么多 然后现在遇到反压区 你说他休息是不是正常的 是啊 再加上今天这个大消息 两大报都在报这个 台积电 铁咖客户松动 联发科下单英特尔 大家觉得怎么一回事呢 英特尔有比较便宜吗 还是怎样怎样 我说这个是产业界的事没有错 他下单给英特尔 他也不是下单给他的什么 高阶制程 不是吗 都是成熟的吧 台积电现在50%以上的营收都是高阶 你说这个有很大的影响 我觉得还好 对不对 可是实质上会跌的最主要因素 绝对是因为这些领头羊已经不涨了 可是重点是没有接手的 这才是最大问题吧 对不对 盘没有接手的上来接啊 来看一下 我这全子股盘要动 全子股一定得动 来看一下这边 今天的 20大全子股里面电子 没意外跌 好 再来 塑胶没动 航运跌 金融呢 也是在平盘附近 所有的全子股 没有一个接手来涨 你说盘怎么涨 对不对 这么 如果你这样看 半导体一休息 没有接手的 大家想说 第二大全重应该是航运 航运最有希望 可是你注意看 我一直跟大家说明的是什么 航运后面的成交量 根本就接不了手 来看一下 航运今天几% 7.3% 昨天还8点多 前一天还10% 现在剩7.3% 电子还在61.4% 比方说钱都还在电子里面 然后今天金融保险 涨到4.07% 还是很少 对不对 今天小涨 有人说 金融应该有机会 我说没机会 这个量实在太小了 所有的格局 我前两天还跟大家说 你看一下富邦金就知道了 为什么 我因为老师在观察全子股 然后富邦金老师之前也做多过啊 这要起跌之前我们就出掉了 我还跟你讲 来看一下 富邦金 你看看这一段 有涨吗 股价几乎不动 对不对 大盘涨多少了 它涨多少 完全没反应 我说 哇 大盘明明就涨了七八% 可是你看 大盘涨七八% 这些半导体内国都涨超过16% 你说是不是半导体辣的 是啊 而且这些全子股全中那么重 那表示有一大堆股票没涨吧 绝对是如此吧 OK 我们回来大盘 我之前一直跟大家讲 你看全子股 我昨天就跟大家说 全子股已经反压那么重了 对不对 到达反压去了 你想它一下过吗 尤其是现在没有成交量 怎么办 今天最新的外资卖超32亿 一万五关卡几乎到了 碰到点到为止 差一点点 好 量缩 有人说 有人说我们现在都在等了吗 等联准会的态度 等美国这些主要公司的财报 你说这些财报会好吗 我是没那么乐观 你看到的所有数据好像没有一个好的 再加上你现在看国内的 这些数据 好公司 好的财报 都已经告诉你了台积电好不好 好 好啊 说联电要做法说会 今天先跌给你看 今天联电跌多少 看一下 今天联电跌了4.69% 如果法说会是好事 你觉得它会跌这样吗 不容易 对不对 而且我昨天已经跟大家讲 联电这次也谈了17% 然后呢 今天一下跌破月线 来看一下 联电 今天头条明明没有它 它居然弱成这样 对不对 直接跌破月线 好 这种状况我之前已经告诉你了 反压这么大量 跌都有量 这一天涨有量在这 然后呢 现在又跌回来 对不对 等于说 这边 整个卖压是重的 而且这个实质的反压 是非常明确的 它几乎点到为止 对不对 这个是联电 那另外呢 其他的呢 联发科 联发科 好 有人说这个红K还没跌破 对 那我们就等一下 对不对 不急 反压你看这个明确 有没有看到 对不对 我们之前本来以为会涨啊 我们买在这一天 买在这一天 就隔天一跌 跌破赶快出 出 台积电 台积电 它现在在哪 它是不是刚好上次的506没过 对不对 最高我记得到505吧 好 那现在停在这 他说 哦还没转弱 对 如果说你真的有买在这一区好了 假设 记得你可以先解码或出场 你等它后面表态再说吧 这边反压那么明确 看到没有 你看哦 正常来讲你看 它跌破这个实质的反压之后 支撑 跌破 弹起来就卡住 不过 对不对 又掉下来 又上来 点到而止 又继续跌 这个格局都还没变 什么格局 就跌势 哦 它现在终于有一个像样的反弹回来 我说OK 现在不管怎么样 我们来看 客观的来判断一下 来 这个时候在创新低 对不对 它这一次算是一个反弹上来 是不是一次反弹 它要真的要把打底部完成 它必须要回来彻底 不破 再过这个高 这个才叫底部成型 这个才叫做反转格局出现 现在有没有 还没有 另外 刚刚有讲到航运嘛 我说航运就没一辆 来看 因为很多人有航运 尤其套牢在这儿了 这一区量那么大谁套 一堆散户去套 哦 我终于等到航运股掉下来 敢去买 结果一买继续跌破底 这一波反弹 弹了十几 大盘弹了七八趴 结果它弹多少 好 从186 弹到204 205 这样弹多少 也差不多一成 还不错 跟着大盘一起谈一成 可是跟半导体股呢 比较起来好像差了那么点 对不对 好 那现在就很多人来问老师 老师怎么办 如果盘真的要跌 我要怎么做 我今天 OK 我之前一直跟大家讲 我说你现在要做这个事 买进强势股 放空做事股 哦 一个跌势的你去空 一个涨势的你去买 我觉得OK 这个叫什么 这个叫做顺势单 可是有很多人不会做空 我说没关系 现在有一个好东西 你可以用 之前市场上没有 什么好东西 这个 这个 这个东西你可以做 这里有一个 有原本的 原型 好原型 台湾50知道吧 我们就现在市场上有用 以台湾50为基础 做出来一个 台湾50反一 看到没有 然后有人说 大盘台湾50涨低太慢了 所以又多了一个杠杠的 台湾50正二 那他们是什么一回事呢 我等一下 我们先休息一下 我再回来跟大家做介绍 千万不要走开 等一下 我们再回来 运达投雇 成立于民国八十四年 是一家政府立案合法运作的投资顾问公司 拥有证券及期货双执照 更是国内少数老字号的投雇公司之一 投雇业是一门良心的事业 面对的是高获利与高风险的投资 我们不造神更不沉默 专业 智慧 经验 负责 用最严谨的态度 最严格的标准 来决定股票买卖 带领会员稳健的获利 更是我们唯一的宗旨 运达投雇 真心照顾 02-2781-0909 2781-0909 欢迎回来我们旗鼓双赢 刚讲到 因为之前大家跌的时候 很难受 为什么 我顶多不买吧 可以吧 对不对 可是你就觉得 我知道它会跌 可是我赚不到钱 因为我不会放空 而且说实话 做空还真难做 老师现在挑做空的股票 我会看 因为你在下单的时候 你会看到说 这一档股票 第一个 可不可以放空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 它可以放空 可是它有几张券让你放空 这个很重要 我发现 现在做空还真不容易 为什么这么说 像我今天有一些做 找到一些做空的标例 可是它的券单 没有 它写零 这就麻烦了 我没办法空 它虽然可以放空 可是券是零 什么意思 就这一家公司 本来有券可以给你放空 可是被人家用掉 没有库存 就是这种现象 很多人以为 我要空就有得空 没有 一般的融资融券 假设我在最大间的 原差证券 交易 好 我原差证券 要有券可以借给你 假设是台积电 假设 OK 必须有人用融资买台积电 假设我买了100张 用融资买100张台积电 这个证券公司才有100张的券 可以借给你用 来放空流畅 否则的话不行 懂意思吧 你知道这券怎么来的吧 所以如果说 没有人在这一家证券公司买 用融资买 他就没有券给你 当然现在有另外一个管道 要用所谓的借券 那是另外一个管道 我们现在先讲融资融券就好 那没有券怎么办 我说别担心 我们现在有别的东西可以买 用买的盘再跌它再涨 好来看一下 就是这个啊 就是ETF 台湾50 我想大家应该都知道吧 台湾50怎么来的 就是这一家投信 卖基金的公司 他找了50党 台湾上市 最权重最重的 这50党标的 组合成一个基金 然后一段期间呢 就要看这50党这个标的 有没有符合资格 因为有的会上去 有的会下来 之前这50党没有航运股的 航运股是涨上来 权重变重了 它才进来的 不然的话根本没有 OK好 这个50党就是最原始的台湾50 好后来因为市场多变嘛 对不对 我们总之要学习一下 外国的一个状况 所以呢基金公司 就以这个台湾50 来做什么 做基础 另外就做了一个反一 反一 反向的 原大台湾50反一 啥意思 就是盘 这个台湾50如果上涨 这个反一 就会下跌 倒过来 如果台湾50是下跌的 这个反一就是上涨 OK懂了吧 那怎么做得出这个东西来 其实基本上 它就用类似就所谓的 期货来做 做一个相对应的 一个基金 就是它的波动跟台湾50 几乎 刚好反向一比一这样 这个叫反一 然后另外还有一个政二 来看一下政二 就所谓的杠杆 原大台湾50正二 好 正二 啥意思 就台湾50涨1% 这个政二涨涨2% 为什么会这样 因为这个政二也是用期货做出来的 好 因为它把它复制嘛 复制它的波动 所以它就以台湾50为标的 我们用期货来做这个动作 把它复制成一个政二 比如说我台湾50涨1% 我这个政二会涨2%的意思 好吧 这样大家应该都大概了解了 来看一下 这就是它的示意图 标的指数你看 涨1% 就我刚刚讲的 两倍的杠杆ETF就涨2% 看到没有 两倍的 那反向的呢 就跌1% OK 好 那现在 现在 我说现在大盘可能要回档了嘛 要下跌了嘛 对不对 好 要下跌 那标的指数要跌 假设要跌1%好了 两倍杠杆的ETF就会跌2% 那一倍的呢 就变倒涨1% 你看 所以你就会知道说 现在盘是不是可能要跌啦 是嘛 对不对 那你就要去买进 什么 台湾50反应 来今天台湾50反应在这 今天喔 你看喔 它从上次 跌到最低的时候 它涨到最高 看到吗 那时候涨到最高到6.34% 然后回档 回到这来 最多跌了8.04% 这几乎刚好是台湾50的 这段的反弹幅度 这个是台湾50反应的一个效果 好那相对的来 正二呢 正二 正二你看喔 它的低点是不是几乎跟什么 台湾低点 的位置时间是不是一样 好那它这一段反弹谈多少 17.46% 好高点在103.25% 说大盘也 不过它谈8%吧 它怎么谈了17点多% 因为它正二啊 两倍嘛 所以超过16% 对不对 所以这边你就可以了解 你就不会说 因为现在盘要跌了 我除了初期以外 有什么动作都不用做 没有 你可以做这个 你可以做这个 反弹啊 你看 之前反弹从5.12涨到6.34 这样涨多少 对不对 这样涨了快两成 20% 如果盘再跌无能为力 不用 你现在可以做 好不好 好那另外呢 老师另外找一档 标的 OK 是我们会员做的标的 我说我一直讲今天我们就放空 我说现在要多空双向 对不对 放空弱势股 我介绍一下弱势股给你看 好这一档弱势股大家应该很热门 大家听过来看这个 我们先看一下营收好了 创委 他想说他之前是不是多棒多棒 对不对 一路 营收一路撑 对不对 结果呢 6月份居然出现衰退 你又想过 这公司的营运高峰过去 他这个是跟去年同期相比是衰退 如果说以单月来看他已经衰退了多少 一二三三个月 我们来看他股价 股价这一波明明 你看他才谈多少 现在回来 有没有 外资一路卖 今天怎样才回当两天跌破原先 这个够不够弱 有够弱 不小心要破底了 所以说你要怎么做 我们手上也还有多单啊 为什么 因为他还没有到该出场的时候 格局都还对 所以可以续报 可是因为盘要跌了 对不对 我们持股多少也是可能被拖累 那既然如此那怎么办 空啊 买这个啊 反一啊 买它啊 对不对 盘在跌它就涨 OK 你就可以买反一 或者是怎样 或者是去放空弱势股 如果说你的我们的持股 弱的就是弱嘛 继续跌 强的还是继续涨 那不是很好 对不对 基本上 这个就是趋势的表现 老师一直在这边跟大家分享 我说重点在哪里 我说重点在哪里 趋势对不对 像现在半导体内股在跌 创委也是嘛 IC设计的 有没有影响 的股票 赚钱可以赚二三十% 像我们上市的良明光 赔钱不可能赔超过十% 为什么 风控都做好了 这样你才有机会搭转小赔 对不对 现在这个跌是可能 我还没那么确认 可能才要开始 可是我们先布局 台湾50反一 OK 直接告诉你 如果说你在这个阶段 你不知道怎么做 赶快跟扫描QR Code 打电话来跟老师联络 老师可以帮你一把 先把你手上的股票 大家要先整理好 跟上我们脚步 你多空双向 才有办法在市场里存活 今天节目到最为止 谢谢大家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